欢迎来到可可的测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吃的是巴黎贝田 其实今天本来应该是卢西和夏季的 但是我被她一个半小时的长队劝退了 我真的很想吃泡芙 然后之前又被安利过巴黎贝田的泡芙 所以就去买来尝试一下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尝一下吧 首先当然是要来尝一下我们的泡芙 这样一盒一共是八个 然后每一个大概这么大 哇 它这个皮 它这个皮是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旺仔的一个泡芙 就那种小零食成包的 这个皮就是那个的plus版 那个会有一点点干 但是这个味道和那个很像 其实这一盒我回家之后 有一部分是立刻放了冷冻 这个就是那个冷冻过的 然后吃到的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很棒 这个皮真的蛮好吃的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那个旺仔 那个泡芙零食 然后吃这个真的好吃 那我们再来尝一下就是没有立刻放冷冻的那种 我觉得没有立刻放冷冻的奶油会味道更浓郁一些 就那个奶味更重 它那个皮的话味道是基本上一样的 这个皮我真的好爱啊 它既不是酥皮泡芙 也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软棉的泡芙 就是 哎呀就是那个旺仔的那个味道 味道也很像 然后它那个口感也很像 只是没有那么干 而且里面的奶油不是很甜 所以整个吃下去就毫无压力那种感觉 可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 所以我刚才吃的那个没有立刻放冰箱的 也是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 如果夏天的话大家还是要立刻放冰箱 不然容易坏掉 嗯 放冰箱的确实奶味没有那么的浓 然后感觉 它的皮会比那种没有放冰箱的要绵一些 那个没有放冰箱的感觉是 有一点脆度的 这呢我刚才吃这三个泡芙吃到现在 完全一点觉得腻的感觉都没有 就还是忍不住的想吃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 所以就先放过它 接下来我想来尝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叫奶油号角吧 我也记不太清 里面是卡士达酱 它外面这个酥皮真的是毫无硬度 就是那种很软的酥 刚才我拿在手里感觉它都要掉下去了 上面是沾了这种粗颗粒的砂糖 这个酥好软啊 吃那种特别软绵的酥 我记得上次我吃那个星桥三宝乐的时候 真的有被它那个那么硬的那个牛角酥震惊到 它那个皮真的太硬了 嚼下去就像嚼薯片 但这个就是我以为我要吃一个脆脆的东西 结果吃到的是一个酥棉的东西 其实它里面那个卡士达酱我觉得甜度是刚好的 但是配上这外面这个砂糖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甜 对不起 好像卡士达酱没有很甜 就是外面这个砂糖太甜了 我觉得它这个皮的口感整体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酥度的牛角 感觉就是牛角里面加了卡士达酱 这个也好吃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它外面的砂糖没有那么多 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单吃这个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甜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叫可可玉泥好像是 这里面好像不光玉泥还有一点乳酪吧 我天这玉泥上面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奶味儿 吃起来特别像在嚼沙子那种沙沙沙粒粒的口感在你嘴巴里面 我刚才那口吃下去满嘴都是巧克力的味道 就感觉是巧克力面包的味道 完全尝不出来其他的味道 因为它巧克力真的做得太厚了 就外面这一层脆壳超级厚 它巧克力脆壳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微苦 甜度不是很高 但吃这个面包不应该有点芋泥的味道吗 我刚才单独尝了一点芋泥 是用绵绵的口感而且不甜 可能被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全部盖过去了 我现在嘴巴里全都是巧克力的味道 我刚才看了一下 它这个就是叫可可芋泥加心面包 但是我觉得它更适合叫可可面包 我刚才吃了很大一口那个中间的带馅的部分 那样吃的话感觉口感会比较明显 但是芋泥的味道一点都不突出 是那个中间白色的部分比较突出 不过我分不太清它那个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起吃会有一点奶味 但是单吃的话没有什么奶味 可能是卡士达酱 我觉得芋泥和那个不知名的白色馅料 在这款面包里面起到的唯一一个作用 就是让面包的口感更加的软绵 就没有什么味道上的改变 单说它的口味我是喜欢的 如果它名字就叫巧克力碎皮面包 我也会买 但是你能不能不叫芋泥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个芋泥的 这个是叫芋泥多多面包 如果它再跟芋泥没关系 我就真的生气了 这个也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芋泥 但是我怀疑它给我打错了 我怎么记得这个是叫芋泥不丁面包呢 哇这里面还有红糖麻薯哎 这坨红糖的味道好突出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红糖的味道 有点过于正宗 就很像云南那种方块黑糖的味道 我终于尝清楚他们家芋泥的味道了 是很细腻的那种芋泥 然后奶油的部分会多一些 所以吃起来是奶奶的 我觉得它这款面包的边做的好失败啊 就是那种很干硬的老式面包 甚至没有我上次买那个 新桥三宝乐的肉松面包 那个面包的质量要好 就这外面这个皮真的特别干硬 而且没什么味道 尤其是上边这个边边的地方就更难吃 它布丁的话不甜 不过淡味和奶味也不是很重 我觉得这个芋泥的味道会比较好 是属于比较顺滑的那种芋泥 然后奶味也很重 但是不会觉得很腻 但这个红糖麻薯的味道真的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刚才我吃了一块 带着芋泥和布丁 还有红糖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刚才我光吃布丁和红糖 还有面包的部分 我觉得很难吃 我很好奇他们家芋泥那么优秀 为什么就不能专门做一个芋泥的呢 我刚才又切了一块 就只有芋泥和布丁的部分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吃 因为芋泥的甜度没有那么高 就使得整个吃下去甜度不太够 就不能中和掉那个面包的low 所以他们家这一款我觉得有点失败 因为毕竟它那个红糖芋泥 分布的并不是很均匀 然后外面这个面包又很失败 那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一个咸口的 蟹味多拿 这个馅料看起来很丰富 抱歉 我没太吃出来蟹肉的味道 就更多的是洋葱的味道 我觉得这一块洋葱的味道 确实有点太突出了 就把蟹棒应该有那种鲜味 全部盖过去了 就包括刚才我单独吃它里面这个馅 那个蟹肉的味道也不是很明显 然后里面是还放了玉米和胡萝卜 外面就是这种一个面包油炸的 就我们小时候吃那种炸面包 里面包了馅料而已 单吃外面这一层的话 我就有点干 我不是很喜欢 而且外面感觉 这粘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面包蟹吗 有点扎嘴 我刚才看到它里面 满满那个馅料 还觉得会很好吃 结果有点踩雷 那来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吧 就是这个 叫天使酥菠萝 这个真的看起来超大一个 但是很轻 不是那种有分量的面包 哇 这个皮好硬 我不太以为这中间是那种奶酥之类的 但是好像就是蛋糕片 这个还可以 上面这一层是比较硬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软度 这个就是那种特别湿润的海绵蛋糕 这三层之间 好像是加了一点奶油吧 是加了那种卡士达酱 上面这种颗粒状的东西 好像是花生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糖霜 不过不甜 中间这一层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戚风蛋糕 但是因为它真的很湿润 所以吃起来口感很棒 下面就是一层这个面包底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超乎我的预期 它底下那一层面包会稍微干一点 不过总体吃下去我觉得还好 它是那种不算惊艳 但是胜在口感丰富的好吃 不过我吃这个 不太能吃出来菠萝的味道 可能是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像 所以是这么叫吧 上面这一层真的好好吃 让我再吃一个泡芙 结束今天的测评 这种泡芙真的就适合一整个吃下去 你一咬破 然后那个泡芙的奶油在你嘴巴里面爆开 又是那种很轻盈的奶油 会中和一下外面这个皮的存在感 棒 那总结一下 在我今天试吃的巴勒贝甜的六款产品中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他们家的泡芙 另外如果你想吃一个巧克力脆皮面包的话 也可以入手他们家的巧克力芋泥加新面包 这个苏波罗和那个卡士达圈圈 大家也可以尝试 那个芋泥布丁面包的话 我觉得比较一般 然后比较踩雷的就是这个多拿 就这个多拿的表现来看 我应该不会再入手他们家其他的多拿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要记得关注和三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